在你这个位置和年纪 会有一些心浮气躁 认为自己已经遭遇到了瓶颈期 林达 我很看好你 你还是有能力的 你不要对自己灰心 你要相信自己 非常感谢您对我的好意 我不仅仅没有对自己灰心 反而发现了一个新的自己 到一个新的部门 一个清闲的部门 这就是你发现的新自己 总裁 我有我的理由 我有我的判断 林达 你的申请我不能接受 你回去好好想一想 三天后我们再谈 好 但是我决意已定 如果您执意不批准我调离的话 那我就只好辞职了 你别威胁我 回去好好想一想 如果三天后 你还改变不了自己的决意 那咱们再谈 嗯 林达 嗨 走了 听说你要辞职了 消息传得还挺快的 只是没有被批准 我只是申请调到比较轻松的公共关系部 当然 如果总裁要坚决不肯批准的话 那我就只好辞职了 为什么 如今卖谷有新的项目可做 坦白地说 你 我 甚至宋艺 人人都有蛋糕可分 你的能力 绝对可以塞上一个台阶 为什么要离职 如果说 你在顾及其他什么的 那大可不必 秦春走了 你我的恩怨 也算是了结了 谢谢你的好意提醒 我就是 没有再进一步的欲望了 当然 也并不是顾忌 少帅你的任何举动 我真的就是 只想过自己的生活 不想再累了 看来这次休假 真的改变你不少 休假只是结果 隐婚被揭穿了 才是真正改变我的契机 你说得对 因祸得福 现在回想起来 我还真是要谢谢你 那天我们家秦川的性命 还真的是你救了 谢谢 完全不用谢 这也完全谈不上去 你和艾里克森 一个留学在外 一个又自学成才 都是我们金融界 不可多得的人物 公司总是 让你们一分高下 其实这样的做法 非常地愚蠢 如果总部要是聪明的话 应该会让你们 一山融二虎 这才叫真正的 坐收渔翁之力 三营 好了 时间不早了 我该回去陪老公吃饭了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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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您好 请问几位 我找人 老公 您好 请问您需要喝点什么 需要等一下好吧 好的 老婆 发生什么事了 这老赵给我打电话 说你要换考位 这麦克不同意 你就要辞职 老婆 老公知道你喜欢这份工作 但是现在我们俩 没什么顾忌了 你就放心大胆地去做 你想要做的事 老公一定会全力支持你的 好吧 我想要的东西 都已经有了 我有一个 爱我的老公 毕竟我也很爱他 而且 现在咱们俩 有一个属于 自己的孩子 我想要的 都已经有了 老婆 你怀孕了 我怀孕了 老婆 换岗位 马上换岗位 不 我们辞职 今天就去辞职 对 从现在开始 我们要保态行动 我要全力以赴地 照顾你们部 好吗 讨厌 你怎么知道我生的就是女儿 不管是男孩是女孩 老公都喜欢 你放心 我会去跟麦克说的 向他申请一个比较轻松的部门 要不我老是待在家里 我也会很闷的 好吧 只要你高兴 只要你开心 好吧 都听你的 好吧 老公 我想好了 我还是喜欢工作 但是以后 再也没有人能强迫我 因为工作 而赔上我整个人生 包括我自己 我要开始重新自己的人生 我要和你和咱们的宝宝 幸幸福福地过日子 老婆 你能这么想就好了 只要你开心 老公都听你的 你看这头发弄得 他们俩怎么好了 是吗 这太不可思议了 这相信是真的吗 不是真的 看我们都报纸了 还不能是真的 那不一定了 您好 请问您找谁 你们这是上班时间吗 现在是我们上班时间 请问您找谁有什么事 你们领导在哪 让他来见我 好 请您到回客室坐一会儿 不用了 我就在这等 好 请稍等 您好 我叫秦川 是这里行政部的高级经理 请问先生您贵姓 有什么事可以帮到你吗 行政部高级经理 那好 我问问你 三年来 你们事务所的人均行政成本是多少 三年的涨幅又是多少 跟你们事务所的收益涨幅比如何 我 你问这些干什么 回答我 抱歉 我刚来这工作不久 队友能约我还不太熟悉 我问你的这些问题 你根本就回答不上来 对吧 好 很好 一个行政部的高级经理 连自己干什么工作都不知道 难怪这回乱七八糟的 你们许总在什么地方 我要见他 你们有预约不能见他 上话 爸 爸 爸 你怎么来了 怎么没打声招呼就来了 大白天的趴在桌上睡觉 开着空调不怕感冒 你先出去吧 有事再叫你 是 西方会计学 商务英语 挺像不像样的吧 不学习被说不求上纪 学习了还要被说 要想干事 就不要怕被别人说 外面怎么回事 上班时间 聊天的聊天 睡觉的睡觉 有的人还在上网玩游戏 你这个老板却累成这样 难道 是他们给你发工资啊 轻松活泼是我们企业的文化 我们公司有好几个项目 在同时进行 这只是跟进的间隙 偶尔放松一下 也是可以理解的 跟进间隙 就凭他们一盘散沙的样子 能为你冲锋县镇赚钱吗 上次跟你说的事 考虑怎么样了 没考虑 我的事务所挺好 没考虑要关门 你以为不考虑就没事了 就凭你公司现在这个样子 怎么可能在大上海站住脚啊 爸 我已经站住脚了 我是人不是机器 我知道你眼睛展在头顶上 谁都看不上 除了 除了他 我辛苦工作的时候你看不到 我熬夜加班的时候你看不到 我被客户刁难的时候你也看不到 你眼里只有一个完美的他 但他不是我 我要是遇到点困难 就关门的话 那我也不是许仲静的女儿了 许仲静的女儿怎么了 这是遗传了一副倔脾气吗 年轻人做事 除了靠自身能力之外 还是要别人给予一定机会的 爸 你那无言之诚项目 如果要融资的话 这么好的一个项目 融资可不能随随便便交给别人取融 除了要找一些可靠的合作伙伴之外 更重要的是要找一些 有新思维有拼劲的年轻人 那你说 谁合适啊 我给您提过的 苏曼 好啊 正面公布破 你从侧面迂回了 竟然从我的家人身上下手了 爸 你说什么呢 妈妈可从来没有为这件事跟我开破口 是我自己想要帮她的 既然是朋友关系 为什么要跟无焉项目惩上关系呢 她这么做不能不让人怀疑啊 她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人 在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 身边一个人都没有 只有这个姐姐照顾我 她鼓励我安慰我 她根本不知道我什么背景 像亲姐姐一样的对待我 姐姐是可以随便认的吗 我跟你说多少回了 你的姐姐只有一个 那就是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可在我心里 苏曼就是我的姐姐 我如果不帮她 就对不起姐妹这两个字 你不要再说了 没有人有资格成为你的姐妹 这么跟你拉上关系 那是因为 你名字前面有个许字 那是因为你身边真正的朋友太少了 我帮苏曼不是为了帮她大富大贵 我是为了帮她追到新衣已久的爱情 我们和你想的不一样 在乎的不是金钱和生意 好 我答应她 让她自己找我她 爸 不要再说了 人情归人情 生意归生意 先把自己的生意做好再说吧 许总 请姐交给莲霜了吗 交给许小姐了 妈妈 什么事啊 你非得再上班时间来找我 这么着急 别着急 我可是来帮你的 给你养好东西 什么好东西啊 请柬 小姐我拜托你 我最近忙得很 我没有时间参加什么乱七八糟的庆典婚礼 你看清楚 这个是许氏地产 庆祝二十周年 大型酒会的请柬 什么 你不是费了很大劲都没有找到 接触许氏地产的渠道吗 我给你指条康庄道道吧 顺着大道往前走 许氏地产的头头脑脑 想接触谁就接触谁 真的 马拉筒 你知不知道这两张宝贵的请柬有多重要 你怎么弄到这两张宝贵请柬的 我当然知道了 为了这两张纸我可是绝第三次 把自己多年不用的关系都找了出来 这两张情节往头往前那么一扔就得打破头 打破头都是轻的了 马拉筒 你真伟大 我不伟大 我可是为了我们的事务所 你自己答应的 只要拿下无言之成项目 就立刻从脉骨辞职回来 伟大办公室 兢兢业业 勤勤恳恳 不叫累不叫苦 不要加薪 不要放假 加加实实把你的事务所推上一个新的里程碑 好了 有你这句话 我这两张请柬的功夫 没白费 你真好 尽我从旁了解啊 这次许氏地产的答谢酒会 规格办的比较高 只有多年合作的高层 和极少数与许仲进私交比较好的老板 才有资格得到这份请柬 对我们更有利的啊 是这份请柬只有少数投行才有 换句话说 在酒会上 当我们跟许氏地产的高层在做交流的时候 我们的竞争对手寥寥可数 这的确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不管许氏地产多难打交道 只要我们有这一次 可以跟他们面对面交流的渠道 我相信啊 让他们了解我们的做事方法 一定可以从正面 积极地影响到他们的决定的 对 这是一个契机 我们一起去 这次一定要拿下许氏地产 就这么说定了 来 放心 这不是陷阱 即便是陷阱 外面铺的一层厚厚的诱饵 也值得冒一次险了 清歌漫舞 美食纯酒 在这种情况下 人的防备心是不会很重的 正是和许氏地产的高层 建立私人关系的最好时机 没错 机会难得 买股公司一共就两招 怎么得到呢 苏曼通过私人关系得到的 另一招在他那里 你有一个很得力的手下 只是你拿这张情帖 你也给我看是什么意思 显摆可不是艾雷克斯的行事作风 从现在开始 这张情帖属于你 他很难得 你要好好珍惜他 你要把他 让给我 对 因为我觉得 你才是最合适的人选 合不合适 不是你说了算 而是应该由 许氏地产做决定 说我妈妈一句 你最近 一直都是刻意在回避的态度 在逃避什么 难道你不知道 许氏地产的好处吗 我不是在逃避 我是没有资格去争取 你是一个值得尊重的对手 我很期待我们的公平行程 可是 不会有结果的 我可以理解为 你在迈古的时间不多了 是另有高就 还是要去美国 我对未来有自己的打算 迈克要是听到这个消息 肯定会崩溃的 挑起半笔江山的Alex 如果真的走了 这么多工作谁来做 你有没有想过 你要是走了 你的手下怎么办 苏曼怎么办 如果真有那一天 我相信我的员工会理解我 况且卖过这么大的公司 也不会因为我一个人的出走 而惊慌失措 而且 我已经尽力地安排好 我今后的工作 包括这个 是 我很感谢你第一时间 就拿这张情结给我 但请说我不能接受 不能接受 你不也说过这是一次 非常难得的机会吗 虽然我说过 我很想要这张情结 但如果我想要 我会自己争取 而不是你的出让 你很想要 Como 你会有机会 或者你 Spotten 什么事情 你会有任何呢 少帅 这是 艾利克斯留下来的 看来他是铁了心的要走人 这是他代替苏曼最后的决定 要不然 我把情景还给他 明天就是酒会 再推来让去 谁都去不着 您决定参加了 都火烧没梦了 还需欲委舍 那是退协责任 明白 我立刻帮你准备 看你这么说来 明天的活动很重要了 是啊 达到这次机会很不容易 关系到他喜欢的那个人 在事业上的前途 那个男人就什么都不知道 他从来没有主动提过自己做了什么 他只希望他喜欢的人更好 人非草木 风吹过树翼还会画画作响 我想那个男生一定会察觉到什么 至少会发现身边有一个人 对自己特别在意 真的吗 同位男人 我想 他心里会非常感激女生为他所做的一切 那你帮我分析一下 他会喜欢他吗 希望你明天的活动 顺利 谢谢 明天是他们俩第一次一起出席这么正式的场合 仍然有京剧 怎么也能激发点同舟共济的精神吧 也许在中压之下 两人互相还能够促进了解呢 你说对吧 你能够促进了解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別打了,勤儉是他給我的 這是所有金融界的人都夢寐以求 可以跟許仲敬近近距離接觸的機會 他怎麼可能傻到 白白把這份勤儉轉讓給你 是他自己不願意的 怎麼? Alex是一個很成熟的人 他會為自己的決定負責 不要面前 我為了今天晚上 付出多大的努力 他怎麼可以一聲不響地 就把清簡轉讓給你 甚至現在還不接我電話 就會快要開始了 到底要不要進去 連你也要放棄 誰說我要放棄的 今天晚上我是為了Alex來的 我無論如何都不會放棄的 姐,我現在就有家庭 你們過來吧 現在 現在 不是你們做投行最忙的時候嗎 我把項目都完成了 總裁特許我休息一段日子 姐夫和小成 不早就想來國內看看長城故宮 兵馬永華 我免費做導遊 陪他們全國轉一圈 你啊 說得輕巧 你們做投行的 時間按分鐘算 那這次 你能給我幾天時間呢 姐 你真的是筆子本家的狗 我們總裁 還給了我足夠周遊世界的假期呢 要不我先去英國看奧運 看完奧運 接著我大侄子 咱們再來一個回歸之旅 好啊 好啊 原來你們都是日圍啊 是嗎 對 對 咱們以後得多多合作 沒錯沒錯 是陪了 好 請 來 真不敢相信 你也是投行的人 明明浪費成本的事 還樂此不疲 我怎麼了 你明明知道 他此時此刻不想接電話 特別是你的電話 你還一遍被打 我樂意啊 既然來參加酒會 總得敬業一個 來杯酒吧 另外 不要臭著臉在這裡晃來晃去 這裡個個都是人精 都很擅長從你臉上分析出 你不想透露的信心 就算艾德克斯現在後悔了 沒有情節也進不來 最後勸你一句 既來之則安置 別忘了你是來幹嘛的 好 可不可以 你快樂 是我的心 緊繃 许总 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该参加酒会了 好 走吧 你先去 我马上来 喂 我现在很忙 有什么事回家再说吧 在家 我不敢直接跟你说 你为什么总是把自己 搞得像老保姆一样 你别忘了 你可是这个家的女主人 是不是连双求你帮他朋友的忙 让你不高兴了 女儿难得张回嘴 如果不麻烦 你就帮帮她 把无言之诚的项目 给苏曼吧 怎么 公司的事你也要插手 不 不 不 我不敢 这么多年 你看我什么时候 干涉过公司的事啊 我是说 我们不能再失去一个女儿了 这件事情不需要你提醒我 难道不知道 失去女儿的痛苦吗 好了 公司的事情 你不用管了 我公司不大 下面有十几个煤矿吧 能源行业前景非常广阔 我们有很多机会合作 我们搞实业的 就是实打实地赚钱 你们投行 说白了不就是以前生钱 玩空手套牌狼吗 对 您是做实业的 就好像你们出了这香蕉 香蕉成熟了 你们怎么卖 如果香蕉放久了 不新鲜了 又走 市场啥价 我就啥价 他娘了 我就这样加卖 一定有人要 我就不会这么做 你能吃赚你 你 Ya 这是 又七 exception 问 的 真的 好 这个果盘你们会不会出 比普通香蕉贵十倍的价格来买 这就是投行的工作 不好意思 好 谢谢 当然了 生产又大又甜的香蕉 是第一个必要条件 希望不久的将来 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 这香蕉的利润 陆总 以后有机会 我们再好好地聊一聊 干杯 干杯 真是请 请 最近生意怎么样 好久不见呀 上半年我老公赚了五个亿呀 是吗 恭喜恭喜 恭喜发财呀 那安排到哪儿 去放松放松 这个季节嘛 当然去普罗旺斯啦 这个时候漫山遍野的薰衣草 仿佛让我回到了少女时代啊 好 大家好 我叫苏曼 你好 来自卖谷国际 要我说 还是去南非的好 这样 能给我的珠宝行业 添置点钻石啊 是做珠宝行业的 珠宝行业很有投资前景的 预计在未来几年之内 国内的投资市场 还会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我来自卖谷国际 我是做投行的 投行好 投行好啊 我正考虑跟投行合作 苏小姐 您在卖谷是副总啊 还是总监啊 我现在是投资专员 投资专员 挺好 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嘛 我们的总监叫宋毅 他拥有丰富的华尔街从业经验 是个年轻才俊的 哎呀 整天谈声已经烦死了 难得大家轻松出来聚一聚 要不这样吧 我们有个规定好不好 是要是在谈生意 我们就让他请我们组团 去法国旅游好不好 夫人说得对 来 干杯 干杯 小姐 可意请您跳组 不好意思啊 对不起 还有我了 谁说要给你跳舞呢 陆立成 你怎么总是强人所难 别臭臭脸 别臭脸 帅吧 你我暂时放下门牌之争 一起合作 竞争跟许忠敬面对面的机会 起码我们都在为迈谷争取无垠之城 你我各自为战的 未必能斗得过其他门风而来的图号 有没有看到那个穿西服的胖子 成功投资的老总 还有一身名牌的那个老太人 不要小看他 香港飞天国际的董事长 你以为 他们出面 只是为了看看现在年轻人都在玩什么 大家都是有备而来 我们两个反而有些仓促 要引起许忠敬的注意 只有咱们俩携手并肩 才有可能 好 我答应你 但不是为了我自己 是为了我们艾雷克斯组 好 明智的选择 许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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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总 爸 求你了 帮忙苏曼吧 谢了 拧着脾气 我的旁人倒也得说出个戏子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让一下 不好意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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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啊 大家不要急啊 不好意思啊 你好啊 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没事啊 没事啊 不好意思啊 对不起啊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许总 还记得我吗 陆里长 你们俩我干什么 我跟他认识的 当然记得 年轻人 年纪轻轻的 对古董朋友研究 实在难得啊 许总 其实我并不只对古董友研究 我对如何做大做强一个企业 如何借机下蛋 也有一些心得 什么 陆先生是在教我们许氏地产 怎么做大吗 不敢 我只是认为 我从事的行业 跟许氏地产的无烟之城项目 有很多契合的地方 这会是一盘双赢的气 你要知道 想跟我们许氏地产 合作的投行很多啊 没错 但卖国的专业性和国际性 会使您的想法 陆先生 你觉得今天的酒会办得怎么样啊 非常好 酒好 音乐也好 那就好 不要浪费了这良辰美景 做你年轻人 应该做的事 好 对不起啊 对不起让一下 不好意思 对不起让一下 对不起 不好意思 不要急啊 谢谢 妈妈 伯伯的酒会办得怎么样 好 很好 好就好啊 有什么需要 就跟伯伯说 知道了 许 许伯伯 干嘛这么客气 都是自家人嘛 对了 给你的爸爸妈妈带个好 我知道 我会的 谢谢 今天是你们年轻人的酒会 我就不打扰了 有什么需要 你尽管向他们提 好 对不起 对不起 大家让一下 让一下 你别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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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怎么认识许仲靳的 他为什么跟你这么熟 你别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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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可风高 嗯 接着 爸 连生在啊 你喝杯茶 好 好啊 很久没喝到 连双给爸爸泡的茶了 傻丫头 跟爸爸比奈利 你还嫩点 是家宝酒会的事吧 爸 你把项目给他了 虽然项目没有交给他 但是我给足他面子了 明天一早 苏曼名字就会传遍整个金融圈 这下你满意了 谢谢爸 看来你那个朋友 的确是个没有心计的人啊 那当然 他是一个善良的人 对我真心相待 但愿他是个好姑娘啊 谢了 嗯 嗯 连双笑了 哎 你这是第二次对爸爸说谢谢了 嗯 哎 说实话 连双怎么笑 爸爸都快不记得了 爸 我也想多笑几个给您看 哎 不必勉强啊 什么时候发自内心想笑的时候 再下给我看吧 你干嘛一直这样看着我 我脸上有人命币吗 有 还大把大把的人命币呢 你当我是提款机啊 其实啊 我现在把你当一个金库的不过分 跟许仲静搭着关系 就相当于挖到金矿了 我真想给你把镜子 让你看看自己的眼神有多贪婪 刚才在酒会上 那么多人挤破头的想接近许仲静 为什么他偏偏主动走到你身边 到底你跟他是什么关系 这哪能告诉你啊 商业机密 许仲静果然厉害 酒会上看起来什么都没有做 其实实际上 什么都做 明天一早 整个圈内都知道 你苏曼和许仲静关系匪浅 有这么夸张吗 冲着你无言之诚的案子 就已经是卖骨头了 其他公司也别再想染指 我告诉你啊 这可是我们Alex组的成绩 你可别想着前人栽树 后人摘逃 还有 我想问问你 到底Alex为什么愿意 把这情节让给你呢 你这个人生性警惕 你没有查清楚原因 你是不会轻易接受的 我确实知道一些 但具体是什么 我想还是让Alex亲口告诉你 如果你们俩真的是很好的伙伴 或者朋友 他是不会赢的 跟朋友 我爱过你 我爱过你 你你这类的经 sober 还会过期 只剩下回忆 忘了我爱过你 你却在我的心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